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看看班农是怎么样对习近平先生的 然后再看看郭文贵在wallroom里面又谈了哪些话题 我们知道郭文贵带领的爆料革命已经三年多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分开 现在西方社会基本上都已经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 所有的媒体政要在公开场合都会说 所有的恶都是中国共产党做的 与中国人民无关 中国人民是勤劳善良勇敢的 中国人民是被中国共产党所奴役所绑架的 这一点对我们尤其对我们海外华人特别重要 在西方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 我们不会受到牵连 但是国内的媒体却极力的要把中国共产党 与普通的中国人绑在一起 还有要把海外华人也与他们绑在一起 在7月4日的时候呢 习近平竟然亲自上阵 说中国人民的五个绝不答应 看他这五个绝不答应都有什么 第一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和改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否定和丑化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第二点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 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第三点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的手段 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 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 阻挠中国人民创作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第四点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 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 破坏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第五点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丑化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看了这五个绝不答应之后啊 感觉他们真是不要脸到极点 我想想哈 他们吃特供的时候人民在哪里呢 有没有想到人民有的连西州都吃不上 八二呢 玩小菜的时候人民又在哪里呢 有些个贫困山区的男子到了四十几岁呢 都起不上老婆 而他们呢 从二奶一直到恩奶那么多 那个时候人民又在哪里呢 你们贪污几千亿几万亿的时候 人民又在哪里呢 现在呢 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呢 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分开的时候 要制裁你们的时候呢 你们想起人民来了 又要人民做你们的炮灰 说中国人民不答应 又要绑架中国人民了 因为呢 有众多的翻译组呢 会随时的把国内重要的新闻呢 翻译成英文 传给川普团队 国会预言 还有呢 作战史 所以呢 在九月四号的时候呢 班农呢 就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来对习近平 然后呢 看看班农是怎么说的 习近平今天出来说 没有国家可以将其意愿 强加于中国人民 他们没有强加于中国人民 你才是那个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人 习总书记 这是关于老百姓的自由 这是让中国人民拥有法治 自由民主的自由 如同呢 台湾 以前的香港 新加坡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和英国那里的人民一样 没有防火墙 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然后呢 班农先生呢 可能觉得呢 对的还不过瘾 又在第二天 也就是九月五号呢 又接着说了 习总书记 你不得不出来发表这种言论 任何人不能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分开的言论 我非常高兴的看到 Gnews GTV 新中国联邦 爆料革命 以及wallroom的工作呢 已经击中了你的要害 我们呢 已经迫使这位世上第二有实力的人物 不得不出来为自己辩解 第一有实力的人物应该就是川普吧 好吧 习总书记 让我们先推翻防火墙 然后看看中国人民到底会说什么 以我所知 海外华人都很憎恶你 中国老百姓是英雄 是你奴役了他们 如果你说你没有奴役中国人民 那就推翻防火墙 让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地能进行自由交流 那样你就会发现 他们并不同意你的说法 在中共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呢 冤魂亦万 白骨哀哀 从大跃进到大饥荒 从文革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到现在发生的一切 包括镇压维吾尔族人 藏人 基督徒 法轮功 以及现在内蒙古 还有香港人民 还有活摘器官 有太多太多数不胜数的罪行 习主席你听好了 我们冲着你来了 We are coming for you 听了班农这番话呢 又感动又觉得好玩 一个西方的白人 而且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白人呢 天天的为中国老百姓发声 而且能把中国老百姓这个三个字呢 发音发的那么好 经常呢在他的Volum说 老百姓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的朋友 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呢 而奋斗 而呢整天对那些华尔街的权贵 整天对呢中共的权贵 现在呢 在爆料革命的这个熏陶之下呢 班农呢已经成为一个中国通了 他竟然呢如此的了解 共产党的思维运作方式 如此的了解习近平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他还说过 要没收习近平在纽约 在伦敦 在东京 在香港的财产呢 还给中国人民 要对习近平进行 你有伦保大审判 就像呢对纳粹那个样子 估计呢最后呢 应该会有这种一天的到来 不知道呢 习近平的工作领导小组呢 或者是他的秘书呢 会不会把班农在wallroom呢 说这两句话呢 翻译给习近平听 估计呢是他很多那个领导小组 或者秘书不太敢吧 所以的话呢 习近平也应该听不到这个真实的声音 只是我们听到了呢 也觉得很开心 习近平呢知道班农这么说 他呢肯定会气得吐血 然后呢就会在CCTV 或者是北京电视台的大骂班农 就像现在骂国务卿蓬佩奥一样 什么人类的公敌 从人类的公敌呢 现在又转成三性加奴了 很奇怪 他们说的蓬佩奥 这个三性加奴是哪三性 这是怎么得来的 蓬佩奥 彭斯 彭丽媛 好我们再接着看一下 郭文贵呢在wallroom的演讲 就是7月6号呢 他都说了什么消息 他说一方面呢 邪恶的共产党呢 的确是用新冠病毒夺取了 很多美国人的生命 这个呢我们所有的网友呢 对你知道很清楚了 偷了你们的工作和技术 就是说中国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呢 尤其是进入WTO的这么多年来呢 一直在偷美国的技术来壮大自己呢 这个现在的话美国已经觉醒了 但是郭先生接着说 但另一方面 真正的幕后黑手不是中共 是来自于中共勾结的 华尔街 媒体 美元 科技界 WTO呢资助的中共 让中共呢迅速崛起壮大 在中国呢是五到十个家族掌控全中国 就是大概呢 占中国人人口的百分之零点 零零零一这么一点点 就是说极少极少数的几个家族 掌控了全中国 而在美国呢是百分之十的人控制美国 我们知道这百分之十的人 就是说郭先生在 wallroom里面说的 而且呢我们也一直说的 华尔街 科技大佬 媒体 有些个呢 不要脸的国会议员 控制呢 所有的这些资产 华尔街呢 大佬呢又控制媒体 Deep State和中共一起 奴役十四亿老百姓 这个呢 郭先生呢 又在wallroom里呢 强调了一遍 他说百分之百的色腾 也就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呢 释放了这个冠状病毒 作为生化武器 现在的话呢 在wallroom里呢 由郭先生说出来 估计呢以后呢 班农也会说出来 这个冠状病毒呢 是生化武器 之后呢 就是皮特纳瓦老说 然后的话呢 蓬佩奥说 最后的话呢 再由川普总统的嘴里呢 说出来 估计呢 还需要一个月的左右 说出来之后的话呢 就会把communist party呢 定为恐怖组织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哈 国内有个很有名气的 现在呢 也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个 经济学家吧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中共呢 与华尔街呢 是怎么互相勾结 中共又是怎么向华尔街 输送利益的呢 是通过中国独有的 大国管制的经济模式 内外办通的外汇体制 如果呢 是全通 我们就知道了 也就是外汇呢 全部开放 中国的外汇呢 用不了几天 就全部跑光了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在北京 上海啊 或者是深圳呢 一套房子都是几千万 甚至上亿 用不了多少人呢 把这些房子呢 全部换成外汇呢 中国的外汇跑光了 所以呢 外汇呢 一定要进行管制 如果呢 要是全部不同的话 像北韩那个样子呢 权贵的资金呢 也到不了国外 所以呢 一定是内外办通的体制 由外管局呢 来管控外汇 所有的企业 政府的外汇 及外资投资的外汇呢 都由外汇管理局呢 来管控 由外管局主导的外汇 怎么花 除了呢 部分投到 购买国外的 关键零部件 粮食 还有呢 留学生留学 还有少部分人呢 上西方去旅游之外呢 其余呢 都通过这个 内外办通的外汇体系呢 输送到了国外 由华尔街呢 和权贵瓜分 所以呢 中国的这种 内外办通的 外汇管理体制 大国管控体系呢 是在华尔街的支持之下呢 由中国权贵主导的 我们再看一下 内蒙古的取消双语教学呢 引发了蒙古族的上制公务员 下制普通学生的 大规模的反抗 就是说 以前的话呢 就是一半是汉语教学 另外一半呢 可以就是说 用蒙古族教学 现在呢 全部都改成汉语教学 不再进行蒙古的教学了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灭了蒙古的语言 然后呢 就是灭蒙古的文化 就像对香港那个样子 但是呢 蒙古族人 不愧是成吉斯汉的子孙 虽然呢 被抓了很多人了 但他们呢 并没有屈服 现在呢 很多很多家长 已经拒绝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 很多蒙古族的学校的教室呢 已经全都空了 然后呢 他们没有办法的 就让很多汉族的孩子 穿上蒙古族的服装呢 坐在教室里边 来扮演蒙古族 来欺骗国内的群众 对于蒙古族的这个抗议和抗争呢 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